大家好,欢迎来到曼谈投资理财频道,我是Mike 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三 最近总有观众问我现在美国房市如何 为什么Jello很多房子建价,没卖出去 但我关注的城市最近一两周 好像房子又涨价了,等等 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 首先房市是有区域性的 另外某一个地方的房价总是要看总的趋势 不要被两三个房子在市场上的烧操作和影响 这一期我就根据观众的需求 分析了美国阳光地带的那十座 今年投资字典的城市 和大家分享这些城市中建价房子占所有房源的比例 以及比较一个月以前建价房子的比例 和最近一个月来房子建价比例 这两者的不同 查明我对这些地方房市批准程度的看法 这时候提醒大家别忘了点个赞 订个页 你的支持是我坚持做这个频道的动力 好,让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 首先就像跟观众展示如何找Jero和OpenDoor的房源一样 我也给大家展示如何寻找建价的房源 这里我觉得最好用的房地产网站就是Rafim 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先打开Rafim的网站 然后输进你关注的城市的名字 比如说奥斯丁 你就会看到奥斯丁这个城市市区的繁衍 但是你可能注意到奥斯丁周边的小镇 比如说 例如说 Deander,Cedar Park,Rong Rock,Mainer 这些周边小镇的房源并不包括在其中 如何能把这些周边小镇的房源也包含进来呢 这里告诉你一个独家的秘籍 就是你把搜索的城市的名字去掉 然后这个网页就会自动的reflex一下 现在你就能看到包含周边小镇的奥斯丁大都市的房源 这一招不错吧 如果你刚才还没有点赞 现在可以给个大大的赞了 在右边这里有个数据显示 5295 这就是奥斯丁大都市在市场上的总房源 包括单栋、凉栋、公寓和多家庭的房子 Corp土地和其他经排除在外 我们接着按一下filter 在这地方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着只看到有建价的房子 在这个price reduce左边测一下这个小格 这里就会出现很多选择 我们先选最近的30天 in the last 30 days 然后记录其房源的数据 然后再回来选择 more than 30 days 这就是30天以后的 然后再记录好数据 这两个数据的总和就是这个地方 在市场上所有建价房子的总数目 好我们先选择最近的30天 就是in the last 30 days 然后click这个apply filters 记录一下最近30天来建价房子的数目是804 然后我们再回到filter里面 这就是一个月以前的 然后clickapply filters 现在我们记录一下30天以前 所有建价房子的数目是464 在这里30天以前的和30天以内的数目总和 就是在市场上所有建价房子的数目的总和 有了这三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了 奥斯丁大都市包括周边小镇 目前建价房子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建价的趋势 是一个月前建价的多 还是自一个月来建价的多 当然了一个月前的房子可能有一些已经卖掉过户了 所以数量会变小 另一方面在房市逐渐批转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能观察到最近一个月来的建价的房子的数量 会大大的超过一个月前所有建价房子的数目 因为当市场不好的情况下 房子建价的数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了 好 知道这几个关键的看点 我们先来分析奥斯丁制作城市房市的状况 这个是我昨天的数据 你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数据 因为是今天的 有些稍微的出入 不过应该是没关系的 大家以自己当天查到的数据为准 好 刚才我们说了 目前在市场上出售房子数目是5568 其中一个月以前建价房源的总数是550 而最近一个月来的建价房源的数目是829 明显是越来越多的趋势 而这两者的总和就是建价房源的总数1379 这个数据跟目前在市场上出售的房子的数目相处 就是目前奥斯丁建价房源的比例 现在我们来看计算结果 一个月以前 总共积累的建价房源数目占的比例只有9.9% 而这个月以来建价的房源所占的比例 比一个月前环比增长了51% 分析完了奥斯丁这个例子 大家知道奥斯丁的建价房的比例只占4分之1 还不到30% 所以不是我昨天在YouTube Community Page 问大家问题的答案 那正确答案我们接着在下一集分享 请大家看一下